对那既然提到了紫禁城啊 王老师就再多说一点 其实经常看电视的朋友很熟悉 比如说五门 哎那问一下 胡队长和腾队长 五门是做什么用词的 斩头 不是不是错了错了 五十斩 就是五门 对推出五门问斩 五门啊 五十三刻 胡队长也这么想吗 我前段时间还去故宫来着 然后好像还经过五门了 而且五门好像就是在入口的那个地方 对 正南门嘛 对 好的 那王老师来公布一下答案 就是想告诉大家 五门问斩这个事呢 其实是文艺作品当中更多的 历史上是不太可能 你想 它是故宫的正南门 它是用来做什么 重大的庆典 战争胜利之后 班师献福的地方 在这是一个很急性的地方 怎么会在这儿问斩呢 那其实呢 老北京都知道 这个真正问斩的地方是在菜市口 不可能是在五门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文学小说的 对 俄传的东西 对 俄传的东西